近日一名女子在Facebook上分享了一张不带假发的照片后 向网友透露了男友的感人反应 24岁的艾比安德鲁从两岁起就饱受脱发困症 被诊断出患有斑突症 三岁的时候脱发面积大过了神发面积 自此她就剃了光头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越来越担心自己的秃头样子被别人看到 不带假发就不肯出门 到了大学期间 尽管艾比能够更加坦然的面对自己的脱发问题 但她仍然对相伴侣坦白事实而感到紧张不安 2014年一场转变发生了 当时艾比开始与第一个男友约会 为了隐瞒自己有脱发症 她甚至连续六个月都戴着假发睡觉 我受够了这个秘密 所以就在Facebook上发帖 宣布我得了脱发症 我当时的男朋友就是这样发现的 所以我很害怕他下次跟我见面时的反应 但令我感动的是 他告诉我敞开心扉的我很酷 人生苦短不要太在意头发问题